大家好 今天是4月26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開始下跌的 科技股和金融股領跌 恒生市市市開始跌97點 國際指數跌33點 科技指數跌26點 阿里巴巴跌2.97點 幅最大的藍炒領指數跌46點 匯豐跌0.9% 領指數跌16點 騰訊跌0.77點 領指數跌16點 開始後港股變化不大 下山指數跌不夠100點 但是在低位港股有支持 港股有跌轉升 主要就是阿里巴巴跌幅 收窄一半只是跌1.5% 領指數跌24點 美團升1% 領指數跌10點 京東升2.6% 領指數跌10點 電力股上升 因為華能由虧轉型股價升10% 華電升7.7% 大唐發電升6% 太陽能股都上升 晉耳光能升5.76% 適服最大的藍炒 協欣科技升3% 新能力升2% 香港地產股也可以升 新世界升2.9% 舊倉升2.6% 行龍升1.8% 長實地產升1.76% 騰訊升1.8% 領指數升28點 有幫保險升1.45% 領指數升23點 美團升2.3% 領指數升23點 還有比亞迪升3.23% 領指數升13點 上週收市恆生指數升116點 國際指數升45點 科技指數升51點 成交525億元 下週升幅擴大 恆生指數最多升到19904 升286點 收市升幅收窄只升139點 國際指數升53點 科技指數升47點 成交979億元 騰訊上升 港股結束3年跌